女性黨今天又爆發行操董事長鄭鴻輝 她又有爆發行操的問題 但昨天因為那個林飛凡她退選 那她的文字長反而含怨 就是說國民黨今天都沒有要求陳學生論 不存棄委訣 想問一下為女性委員 你們會覺得陳學生委員 應該要為了她 她可以把人認證清操的 還要含怨思維的部分 她就判決了八萬元 對 她不是有什麼 就是有清掃的屬性 在言語上的她的言語 因為這題之前我們黨團還要回答過 不過我先簡單說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代表黨團開記者會 然後因為我們不是黨團幹部 所以這是為什麼有一些 如果是牽涉到黨團或黨部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太適合回答啦 對 那這個有關於這個性騷擾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這一次連環報的爆出來 在社會的許多的角落 不管是在政壇在黨部在民間 似乎身邊充斥了很多 比以前我們想像的更嚴重的性騷擾 好像這個發生的頻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整體的社會 應該要嚴肅認真的去面對 原來在我們的身邊有多少的姐妹 在很多的社會的角落 她可能平常強言歡笑 很努力堅強的面對她的人生跟家庭 可是事實上 她們在心裡上面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我覺得不只是身為女性啦 應該是在現代身為一個人 都應該要學習 對於所有人都應該要懂得尊重 尤其是別人的身體 你應該要更懂得尊重 要有分寸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立場 那至於政黨在這一塊 在這個時候當然都必須要向社會做出清楚的 這個態度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展示 所以我覺得全國的政黨 當然包括國民黨在內 也應該對這件事情 表示我們的基本態度 那我相信黨有黨規 那麼對這件事情 不可以有親疏顏色之別 也不應該有是不是自己人之分 那麼只要有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我認為都應該採取高標準 讓這個社會知道說 我們不容許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 那至於你說個案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應該讓黨部 黨中央 他們應該對 不管是整體 就是說整個事件 或者是個案 來表示一個一致的態度